他的邮箱只有40升 可加油站老板却要了他1500块 这不是重新敲诈勒索吗 谁敲诈了 这话你不要乱说 我们这叫捆绑经营你知道不知道 男人明白了 所谓的捆绑经营 不过只是黑心老板的手段罢了 然而在这个无人区内 再想找到加油站可不容易 男人也只好硬着头皮答应了下来 可在进屋后 男人却根本无心观看表演 而是目不转睛地盯着汽车 因为他根本不敢告诉别人 自己车内还藏着一具被撞死的尸体 好在老板并没有发现异常 这才让被坑的心平衡了一些 等加完油后 男人也没磨叽 急忙就要逃离这个是非之地 可他还不知道的是 真正悲催的道路才刚刚开始 男人名叫大徐 是本地一个小有名气的律师 之所以来到无人区 也是因为他刚刚接手了一起凶杀案 委托人名叫老黄 老黄在开车时涉嫌杀害了一名警员 导致被当地警方起诉到了法庭 原本案件没有争议 老黄也应该受到相应的法律审判 然而当大徐听到案件后 却对其中的细节十分上心 虽然老黄有杀害警察嫌疑 但警方却没有找到实质性的定罪证据 也就是说 只要他能替老黄摆脱罪责 必然能在这起全国都关注的案件中 崭露头角 甚至在出发的路上 他连炒作的标题都想好了 案件的进展 果然和他预料的如出一辙 由于警方没有铁证 只能是暂时放了老黄 然而万万没想到 当大徐想找老黄结尾款式 对方竞赖账不给了 两人争执了一番 可面对不要脸的老黄 他也是拿对方没有一点办法 不过临走时 他却把老黄的汽车扣了下来当作抵押 但奇怪的是 老黄听后竟然没有过多拒绝 反而干脆的就把钥匙给了大徐 可就在他要离开时 老黄却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面对老黄的话 大徐起初并没有多想 只是把他当成了一种低俗挑衅 毕竟当他离开后 这里的任何事情都跟他没关系了 而也就在他走后不久 老黄竟派出了一个杀手跟了出去 与此同时 刚出发不久的大徐就碰上了另一个麻烦 在回家的路上 前方的司机冲窗外吐了口袋 刚好就砸到了大徐车上 而本就压力一肚子火的他 立马就下车找上了对方理论 可惜大徐一个外来人 完全还不了解原住民的无知蛮后 他一把摘下对方帽子 随后给玻璃擦得十一干二净 可他这自以为的帅气 没想到下一秒就惨遭打脸 大徐有些懵 一直在城市生活的他 哪里是见过这种粗鄙行为 而对方也没惯着他 当即就打开车门 随后一放闸都尿了出去 眼看对方人多势众 大徐是再也不甘 也只能吃了哑巴亏 然而俗话说得好 忍一时风平浪静 退一步是越想越起 于是大徐一脚油门就追了上去 打架打不过 总不能开车敌人一筹吧 大徐想追上去骂两句 可不论他怎么超车 对方始终是把车道站得死死的 还以归宿行驶戏谑着大徐 不仅如此 司机还随手送了他一酒瓶 看着一而再再而三的吃亏 大徐是再也忍不了 终于爆发出了所有怒火 他又再次追了上去 随后掏出打火机 一把就扔进了对方车棚 点燃了整车的茅草落 而从来都是照规矩做事的大徐 终于是体会到了没有束缚的快感 不过问题是 没有束缚的不仅仅是他一人 另一边 杀手光头也按照老黄指示 提前埋伏在了大徐的必经之路上 只要大徐一到 他就能假装背包客拦住汽车 从而接近大徐完成谋杀 然而万万没想到的是 大徐确实是来了 不过由于挡风玻璃破碎 他根本没有看清拦路的光头 等他反应过来时 一切都晚了 看着奄奄一息的光头 大徐突然愣在了原地有些不知所措 两久过后 这才想着要抓紧救人 这次不仅是大徐 就是光头也是满脸懵逼 因为在这片无人区内 根本没有任何一家医院能够救治 果然在没多久后 光头就昏死在了车上 而光头的反应 也是彻底吓坏了开车的大徐 不管对方是否有呼吸 当即就给光头宣判了死亡 起初大徐还存着一些良知 想着等手机有信号后 第一时间就进行报警 说不定还能有个宽大处理 不过当他来到一处加油站后 拨出去的报警电话顿时又停了下来 他犹豫了 如果真的交给了警方处理 最好的结果也无非是过失杀人 最多少做几年劳而已 可一旦他能掩埋此事 让尸体神不知鬼不觉的消失 最后不仅不会坐牢 反而能回家继续享受着他的律师荣誉 大徐终究还是动了心 看着眼前的油管 他最终决定来一场毫无人性的毁尸灭迹 然而悲催的一幕发生了 就在他去买汽油的时候 停放在门口的汽车 碰巧被同时加油的货车司机给发现了 眼看对方向汽车步步靠近 为了不让尸体暴露 大徐当即就涌了起来 这次大徐学聪明了 在解决完一个人后 当即就钻上车跑路了 可本以为麻烦是会越来越少 没想到刚离开没多久 后备箱突然传来一阵阵的声响 当他打开后 差点吓了自己一跳 后备箱钻出一个女人 而这人正是先前加油站里的服务员 原来服务员名叫小丽 是被黑心老板骗到无人去工作的 而这里本就没几个好人 想要逃走简直是难上加难 直到他看见大徐后 这才有了一丝逃跑盼头 于是他偷偷躲进了大徐车里 就一路跟随到了现在 大徐听完后有些气到冒烟 本来一个麻烦就够多了 这要是带个脱油瓶赶路 后面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大徐当场要赶走小丽 可小丽也不傻 直接就钻到车里耍起了无赖 然而这一钻不要紧 正好发现了后座上的尸体 这下好了 哪怕大徐同意带他走 小丽也是不敢再上车了 眼看物会是越来越深 大徐急忙就要给他解释原因 不宜伤害罪 可证明身份又有什么用 问题的根源还是没有解决 正当大徐烦闷至极 后排的光头 却在二人目瞪口袋之中 缓缓坐了起来 可下一秒发生的是 直接将大徐强行拉回了现实 只见光头手中不知何时 突然多了一把枪 而黑洞洞的枪口正对着自己 原来光头在醒来后 闻到了自己身上的汽油味 明白大徐这是要给他毁尸灭解了 这么多年来 只有他杀别人的反 什么时候有人赶在他头上动动 于是当场就逼迫二人下车 准备来一个以牙还牙 他让大徐给自己浇上汽油 随后让小丽在兜里翻出打火机 下一秒就准备把大徐给点了 可也就在这时 远处突然传来的一声轰鸣 货车兄弟也顺着方向找到了这里 然而就当他们想给大徐点教学时 眼前的一幕顿时让两人摸不着头脑 而女人突然喊了一句救命 瞬间让光头以为是来了帮手 光头没敢犹豫 举起枪就是一顿乱射 第一枪射向了大哥 第二枪射向了司机 第三枪直接就要干掉大徐 可谁知这破枪年久失修 三枪竟然歪了两枪 大徐虽然没有重担 但害怕的他只能躺在地上装死 小丽被光头抓走了 准备带着他回去给老黄交差 不过让他没想到的是 车财刚抬出去一半 黑心老板竟然也找了过来 而黑老板有个傻儿子 这儿子可不是一般的生物 有句俗话说的好 傻子可高手 傻儿子可不在乎他的枪 光头就这样憋屈的死了 而一旁的老板在检查车辆室 竟发现了车里的一堆鹰子 原来老黄派杀手来 一方面是除掉大徐不给围款 另一方面 就是他在坐着野生动物非法买卖 而车里的鹰损 正是他发财致富的宝贝们 老板也没犹豫 当即就全部私吞了下来 准备带着鹰损去和买家交易 而另一边 侥幸逃脱的大徐再次遇到了麻烦 看着光头一直没消息 老黄顺着方向追到了这里 当得知鹰损都被人抢了时 老黄也是怒火攻心 带着大徐就准备去抓黑心老板 而没过多久 两拨人撞了个正着 由于黑老板去卖鹰损了 所以就碰见了傻儿子和小丽两人 老黄也没有废话 直接就撞死了对方 眼看事已至此 老黄也不打算再带着大徐 直接就将他锁在汽车里 制造出一场意外死亡 让警方误以为是大徐出了车祸 不小心撞死了这个傻儿子 不过就在临走时 小丽有些良心发现 在堵好的排气管中塞了个打火机 这才成功救了大徐一命 第二天 一位民警路过此处 刚好发现了奄奄一息的大徐 然而有一个问题是 老黄布置的案发现场 还真的骗过了警察 让警察都以为是大徐撞死了人 大徐想解释原因 毕竟小丽还在老黄手里 耽误的时间越久就越有危险 可惜 他的解释警察根本不停 一口咬钉大徐就是杀人凶手 大徐无奈了 他一把拉起手杀 成功将车辆弄翻在了路上 看来在这片无人区内 有时候理性并不能帮助什么 等逃出来后 大徐找到了一匹骏马 骑着骏马就要去赶往沙场 另一边 此刻的交易地点也是暗藏杀鸡 老板到达位置后 看到车上有东西动弹 刚要上前查看 就被老黄从后面来了个透心凉 而眼前的一幕 全都被暗处的大徐净收眼底 他试图报警 但却因为声音太大 还是被老黄发现了 大徐索性不再害怕 立刻发挥自己的智慧 利用反舰机让几人产生了矛盾 原来在先前和老黄争执时 他就用手机打过一通报警电话 而手机现在在老黄手里 当买家查看他通话记录时 果真以为是被老黄给出卖了 话不投羁绊巨多 双方果然就扭打在了一起 大徐则趁机带着小利赶紧跑路 可让人意外的是 老黄确实有两把刷子 没出几下就解决了所有人 眼看老黄是越追越近 大徐却因为身负重伤倒在了地上 也就在老黄开车撞上去的瞬间 一辆货车突然杀出 直接就将老黄撞了个人养马翻 原来是之前的货车司机 他来到这里 就是为了等待这一刻机会 可就当所有闹剧都尘埃落定 司机也和大徐谈笑风生时 一切都又变了 突如其来的枪声 将大徐强行拉回了现实 而老黄也并不打算放过大徐 他知道大徐是为了救小利 心里肯定也是对小利有些想法 于是他将大徐带上车 随后一脚由门朝小利追去 要让他亲眼看着小利被活活撞死 但听到老黄的话后 大徐没有丝毫动弄 反而掏出了兜里的打火机 直接点燃了整个货车的汽油 一火开头 自然要一火结束